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由国家团结部推动的团结州活动 今年的主题是多元团结一致 目的是要激发民众的团结精神 国家元首苏丹阿多拉陛下今早仍在沙拉越 为团结州庆典开幕致辞时 他就强调为了国家的未来 人民应该将团结的价值观看作是国家的主要资产 陛下还调整了一句英语名言 认为团结应该始于家庭 每个人可以从家中开始维护及实践团结的精神 我们所有国家的马来西亚 应该成为这个资产成为我们的资产 我们应该缺乏区别的区别 我们应该缺乏区别的区别 缺乏区别的区别 每个国家、每个国家、每个国家 国家元首苏丹阿多拉陛下今天早上飞到沙拉越古镜 为全国团结州开幕礼制此时 希望民众将团结精神实践在生活中 出席这场活动的还包括首相安华 沙拉越元首太利玛木 以及一众内阁部长 元首也为团结主题曲《忠诚团结》进行了推荐仪式 该歌曲结合了多种语言 凸显大马多元种族的团结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